来来来 大家猜猜这是哪儿 景德镇又新开一家古玩市场 古玩地摊 好像就是这两天开的吧 我也是偶然看一个朋友段子才发现 好像是前天开张的 这个位置在哪呢 我给你们看看外面就知道了 出门对面是汽车临时停车点 然后再过来一点就是老虎车站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原来老的汽车东站 现在改成了一个叫樊家井陶瓷文化基地 我也是扶了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是挨着 旁边就是樊家井 樊家井是以樊骨池为文明的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有什么陶瓷文化在里面 还原樊骨的陶瓷文化吗 在这里已经开了有一些店面 里面有制画的 有一些工艺品的 有一些樊骨池的 应该是以樊骨池为主 这里搞成了一个基地 说白也就是一个店面 说的高达上一点 当然就是店面 原来老的汽车东站 在这个东站这里应该是有很多年了 十多二十年 应该有吧 包括对面这个老火车站 用了几十年 现在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汽油了 就很少很少的班车 基本都在高铁站那边北站那边去了 那么我现在这边就叫了一个什么陶瓷文化交流中心啊 名字叫的很高达上 那么实际上还就是把地摊为主 这里面地摊好像说是每天都有啊 我们都知道景泽镇管市场是在曙光路 然后它是每周一 周二的地摊 然后在这边呢 它好像说是每天都有 而且价格很便宜 一开始心里大家过来摆 下次你们可以到这来转转逛逛 旁边已经有一些人在收摊了 因为我现在在下午啊 快收摊的时候 下午 我也不知道这里有啥东西啊 我来随便转转 我只要来拆拆点看看 这里面搭了一个棚子 他们好多说在棚子里面 下雨天也可以在里面来摆 基本上也是熟悉面孔 熟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然后好多朋友就说地摊 在这里摆都是新的 那在哪摆都有新的啊 在哪个城市 哪个国家 哪个地摊上面都有新的 然后也有老的 也有队的 就看你自己 这还不少人了 在棚子里面 下雨可以在这里面摆 还靠你自己眼力吧 说上次我们在早餐店都能够捡个肉啊 到这个正儿八景市场就 不在话下 然后这个 我这个市场跟那个 房家井里面就是连的了 这里面就是房家井 知道吗 就里面一条小路 里面都有很多小店铺 看到没有 里面卖各种环古石的 家家户户都做环古石的 这可有意思 这叫做一站式购物 从店铺 转移到地摊 这可就方便了 前面摆摊 后面拿货 哎呀 挺搞笑的 其实真的如果你是定位成一个卖古董 古玩老物店的这么一个地方 其实真的放在里不是很合适啊 因为后面就是房谷工艺品那种批发 批发市场的 还在这里 直接就下下个楼梯就到了 我带你们下去转转 真的 这下这些摊主可有事 白天店里面现在生意都不怎么景气 那就拿点东西出来到 到这个市场摆摆摊 前面摊 后面店这个模式 看到没有 在这里 这边都是一些原来开店的 他原来是紧挨的这个东站嘛 这个原来这块呢 是属于东站里面的一个停车区 范工区 现在整个东站搬了 不用了 然后就把这块利用上了 你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啊 有没有你们要的官邀 我觉得都是 至少还是比较懂的人在这里 所以 不要小看他们 多多学习 我觉得还是能够学到很多 我们现在随机来看看吧 这是一些标本纸片背脱 五六七的小盖棺 这都是老的了啊 所以也不要完全否定一个事物 一个市场 都有老的 就看懂不懂 会不会拿 然后基本这些人嘛 还就是那些注意在 曙光路摆摊的那些人嘛 换餐不换鸭子 我说平时可能他们就聚到这里来摆摆的 这边一些高股吃 高股吃都是新的 哪有老的那种国宝高股吃这么多给你 我来转转啊 这是我第一次跑出来 拆点 以后至少还是多了个去除啊 这老师说一开始摆摊不要钱 但要交一百块钱押金 没有退的 现在就交了钱 就三个月交了一百块钱 大概最多五块十块 这里又没有人的地方 这几个月 可以摆 但是要交一百块押金 摆三个月 不贵 关键新市场嘛 能器可能是要差一点 很多人还不知道 这个叫口口香传在圈子里面要传开了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打包中 单色釉 特式单色釉 这里面还是主要还是 工艺品啊 工艺品 你们要的什么那个 新生带 应有尽有 全有 为什么我们 平时要跑到外地去逃货 为什么要走南传美那么辛苦去逃 逃东西 大家就知道了 因为你要逃的是老货 如果你要逃新的 那是满地都是 而且很便宜 工艺品的东西很便宜 但是你要真正逃出一个 别说什么大精品国宝那种东西 你真正哪怕是逃一个 小精品 最完整一点的 比方最好一点的 那种精品一点的 特殊一点的 都非常艰难 所以为什么我没有那么辛苦往外跑 我过程时间要去德州 十二月初 因为那边有交流会 德州有交流会 房调会很多都开了 然后 十二月初往那边走 所以很辛苦 不远天的往外地去走一走 逃一逃 这个地方 我觉得位置还行 其他什么都好 就是说把它不应该 不应该太靠近房调景 这样 有时候外地人听着是不太敢来的 或者会有个目击 行吧 今天就关上到这里 拜拜 拜拜 咱们 咱们 咱们